大家好,我是隐私治疗师依婷,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喂养孩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在育儿方面,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食物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育儿工具 当孩子要发脾气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食物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让他们乖乖听话,不吵不闹,让他们安静下来 所以身为妈妈,我觉得食物就是一个很弱的育儿工具 因为它可以让我有片刻的安宁 那么今天呢,我就要以营养师的角度来跟你们分析 这样的方式,我是不是做错了 我们短期喂养的目标跟长期喂养的目标又有哪一些呢 如果你对今天的主题有兴趣的话,那就继续看下去吧 在我这八年工作的经验里面告诉我 如果用快速的方式去解决饮食上面的问题呢 可能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所以在我的这个营养咨询工作里面呢 不管我是遇到儿童还是成年人 他们有些可能是有挑食的问题 或者生活作息上面的问题 有些是厌食症,暴饮暴食症 大多数这些顾客呢,他们的共同点就是 他们自身与食物之间会有一些不健康的食物关系 我们称之为emotional eating 情绪化进食 你可以看到这个图中,这个图片 我随便Google了一下 如何让小孩吃 很不幸的是很多家长的这个喂养目标 似乎完全集中在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 将食物实际送入这个孩子的口中 我们经常很急迫的希望我们孩子现在就把食物吃下去 然后就乖乖把我们准备给他们的食物现在就吃完 我们不由自主的呢 要他们完成某样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会转向于食物 OK,以营养师的角度来说 当我们把一个可以提供营养的食物呢 用在这个几率教育上面 用在这个贿赂,用在惩罚,用在奖励 用在分散注意力的时候 我们知道对孩子来说 他们会产生非常长远,负面和不健康的影响 而且还会破坏孩子们与食物之间的良好关系 所以喂养孩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啦 所以这个短期跟长期的喂养目的呢 我们如果把它们分开来看 短期喂养目的呢 一般家长的目的 这个是非常,我觉得90%的家长都会认为 right now,现在我就是要我的孩子把这个西兰花给吃下去 但是很少,很少人会把这个目光放长远来看 我不是一定要他现在吃 但是我就是要他以后 think about it 想把这个食物给吃下去 有想过把这个食物给吃下去 这个就是我们的长期跟短期喂养目的的分别 如果大家还不是很懂这个喂养责任分工图呢 我在这里会给大家一张图 这个喂养责任分工图呢是 这个developed by这个Alan Starter 他的Divisions of Responsibility in Feeding 所以他把这个父母跟这个小孩的 在喂养上面的这个责任跟工作分开来 父母的责任呢 就是提供健康饮食 健康的餐点 然后决定几点吃 在哪里吃 小孩的工作呢 就是负责我到底要吃多少 跟我要不要吃 所以我们这个责任分工图是分开的 当我们把它们分开的时候 所以就回到了我们短期跟长期的这个目的 到底我们喂养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你回到这个责任分工图来看的时候 我们的目的不是决定孩子到底要吃多少 但是我们决定我们提供了这个食物 给孩子有机会去接触 这个才是让他们有机会去想 以后他们接不接受这样食材的这个可能性 下面我就来举例一些非常common的一些 胃养上面的错误 这些家长呢 一般都是只拥有了这个短期胃养的目标 他就是现在我就要孩子去做某样事情 或者是现在我就要孩子把食物吃下去的 一些胃养上面的错误 第一点 把目光徘徊在孩子身上 你是不是认为你只要不说不讲 然后不去动孩子的食物 你就不会给孩子压力 你只是要用眼睛看 看他吃不吃 看他有没有吃完 你是不是觉得你这样做是没有给孩子任何的压力 你这样子的做法呢 你更加增加了孩子在餐桌上面的压力 你可以想象一下吗 如果你今天在外面吃饭的话 旁边桌子一直有一个人看着你 在吃饭你到底吃了几口 熟你吃了几口肉 吃了几片鱼 吃了几条菜 你觉不觉得这样对你来说会有些压力 第二点 汤匙喂食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啊 很多父母很多长辈都觉得 我一定要让孩子多吃几口饭 我现在就是要他吃下去 我喂他精心准备的这个食物泥 我就是要他现在吃下去 然后家长因为受不了耐心的话 挤起来的时候就直接把这个汤匙喂进去小孩的嘴巴 然后你这样的做法呢 会造成孩子更加的不喜欢吃这样食物 更加的抗拒这样食物 更加的少吃几口 同时呢 你这样的做法 你更加减少了孩子们的自主性 我一般的建议是如果你孩子已经超过了9个月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开始提供这个手指食物 孩子希望自己有自主权独立性 希望自己可以吃到自己想要吃的东西 希望自己可以用手去拿 如果我们过度干涉孩子的进食 更容易让孩子放弃自己独立进食的这个能力 我们的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要培养一个健康 有自主性的独立的小食客啊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干涉孩子们的独立性 然后不让他们自己去抓汤匙 觉得他们这样吃会很肮脏 然后我们也干涉了孩子自己去成长发育 用他们的手指去把食物抓起来 然后放进嘴巴的那种过程 所以呢我一般会建议家长越早提供手指食物是越好 因为这样可以鼓励孩子们更加的独立 更加的知道自己可以完成某样事情 他们的成就感跟满足感会更加的强大 第三点分散注意力 我要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 就是说你现在想象一下 如果你现在shopping mall 你的孩子大哭大闹躺在地上 硬要你做某样事情 但是你就是不愿意 然后他很不开心 然后就用喊的方式 这个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在你的身上 你要怎么做呢 父母的这个生存模式呢 我们一般就会想要当下就解决问题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打开我们手上的包包 然后看一下里面是不是有巧克力啊糖果啊 只要是可以找到让我们生存下来的一样东西 然后我们就会硬筛给孩子 跟他们说你现在吃这样东西 然后你可以安静嘛不要吵 就希望当下他那个情绪可以受到控制 但是我想要告诉你 用食物来分散孩子的注意力是无效的 而且是非常短暂的 在孩子那个身心成长过程中 如果我们父母妨碍了孩子 如何用健康的方式去面对他们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而且还用食物帮他们转换情绪的话 这样的行为呢 我们会造成他们在以后会更加的容易利用食物 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情绪上的问题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成年人 他们会有暴饮暴食的情况 所以呢 利用食物来分散孩子的情绪跟他的注意力的时候 这个对孩子当下是有帮助 但是长远来讲是无效的 因为你会制造出一个 以后他会用食物来解决他负面情绪的一个小孩 所以呢 我们尽可能要让孩子不让食物跟情绪联系在一起 因为这些联想是很难在以后成年人的生活上 去打断的 第四点 奖励和赞美 我们都会用食物来奖励孩子做得好 我们都会用食物来赞美孩子完成的某样事情 今天呢 我就来举几个例子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虽然我不是真正的育儿专家啦 但是很多育儿专家可能会认同这一点 不断地为正常良好的行为呢 来提供奖励的话 例如 你跟孩子讲 你跟其他人一起share这个玩具 或者是等一下你出去的时候 不吵不闹 如果他们都有做到这些 你expected的行为的话 然后你就用食物作为奖励 孩子就会开始每一次觉得 他只要把这些事情做好 他就会有食物 当我们用这个食物呢 来作为奖励这个行为良好的表现的时候 孩子开始会把食物 更好 还有乖 联系在一起 而且大多数时候我们奖励的食物都不可能是苦瓜 都是香甜可口的一些零食 因此这些食物在这个孩子们心中呢 就存在了更加不可抹灭的地位 更加的渴望这些食物 只要他们把事情做好了 他们就可以得到这些所谓的奖励就是食物 通过这些奖励呢 你也可能制造出一个奖励成瘾的小孩哦 如果他没有奖励的话 那么他自然而然就不会去把这些 所谓应该做的责任 叫人啊 跟人家学玩具啊 或者是在别人家乖乖听话 使这些本来应该要的一些 行为表现良好的态度都不表现了 因为他根本就不会得到奖励啊 因为孩子经常就会把这个行为表现良好等于乖等于失误 第五点 贿赂 你有什么最快捷的方式让你孩子完成你想要他完成的事情 我们前面有提过了零食和甜点就是最好的诱惑对吧 许多父母呢会利用提供甜点 或者是拒绝提供甜点的方式来阻止孩子的某些行为 就比如说你今天晚上把晚餐吃完 我们就有甜点吃 你没有把晚餐吃完 那么我们就没有甜点啦 我们用甜食来贿赂孩子的这个行为呢 会对孩子带来的三大影响 第一点 干扰孩子的饥饿感和饱腹感 如果你在孩子不饿的情况下呢 你利用食物来诱惑他或者是贿赂他 来完成你想要他完成的事情 这将会干扰孩子 聆听他们自己的饥饿感和饱腹感 第二点 增加甜食的渴望 当然你用这个甜食去诱惑和贿赂他的时候 孩子就会觉得 更加的渴望更加想要这样食物 那么就会更加增加了这个甜食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然而然呢 这个孩子就会觉得这个甜点比现在的晚餐更加有吸引力 更加好吃 更加有趣 第三点 不断的为你孩子提供这些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 不仅会在他们的饮食中呢 渐渐的取代了一些健康零食的选择 还有一些营养丰富的食物 还会导致他们有牙齿健康的问题 和以后会面对的可能操纵或者是肥胖等健康问题 第六点 羞辱 经常我们会在餐桌上听到一些对话 就比如说 你看那个谁谁谁有吃耶 我对你今天晚餐的表现有点不满意哦 你明天还要继续加油 要把我做的东西都吃完 我对你今天把蔬菜留在盘里 的表现 我不是很满意哦 我也很不高兴 不允许你吃桌上那块cookie 如果这听起来非常熟悉 你有可能已经无意中羞辱了你的孩子 让你的孩子觉得他们因为吃了某些食物 或者是因为不吃某些食物 或者是因为他们偷偷吃了某些食物而感到羞耻的话 你已经无意中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 这样会让孩子跟食物之间有负面的联想 跟负面的一些情绪 并更加鼓励孩子们挑食 暴饮暴食 而且有其他形式上的饮食问题的存在 以上这些方式呢 我所举例的就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用最快速的方式去解决现在 我们孩子不吃饭的问题 然后我们用贿赂啊 折骂啊 或者是用奖励的方式 分散孩子注意力啊 的方式去帮助孩子现在就把食物吃完 但是呢 这些方式一般只是用在短时间 并不会培养出一个健康快乐 喜欢食物的小朋友 可能你会发现有些方式是你现在正在做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把目光放远一点 我们放到长远的这个喂养目标 就是想要孩子去考虑吃某样你想要他吃的食物 但是千万不要用食物作为奖励啊 贿赂啊分散孩子注意力啊根据惩罚他们 在我所有的营养课程视频里面呢 我都希望教导父母如何去养育出一个懂得用正念和直觉去进食的小朋友 这样的小朋友呢他们和食物和他们自己的饮食呢都会有正面和良好的健康关系 他们喜欢各种各样的食物对学习接受新的食物都持着客观的态度 他们能够自我调节食物的摄入量以达到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素 而且这些小朋友呢他们知道什么叫做Mindful eating 正念饮食的概念 对短期跟长期的喂养目的呢不是要让孩子现在就要把食物吃下去或者是吃的多少 要教导出家长让孩子们懂得聆听自己的饱腹感和饥饿感 不要用食物作为奖励和惩罚或者是贿赂或者是用食物去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我们要的是让孩子有机会去想去接触然后去考虑他将来会把这样食物吃下去 同时呢我们也要make sure孩子在接触各种不同食物的时候他们感觉是良好的 我们不希望孩子对某些食物有产生反感恐惧焦虑和负面的一些联想 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所有视频的内容 最后有一个问题我想要大家自我反省一下 你是不是专注于短期喂养目标呢 你使进不同的方式想要去强迫啊或者是分散孩子注意力把食物都喂进他们的嘴巴 这个问题就让你们自己去好好想一想咯 然后在下面给我留言 如果大家喜欢这支视频的话记得按like转发给你身边所需要的人 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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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